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学习一款围巾的织法 这款围巾是论坛的因为爱所以爱 用咱们淘宝店里的云马织的 用的是云马01号奶白双骨线 只一共用86克线左右 也就是酸多一点云马 用的针是7毫米的可乐针 披肩的针法比较镂空 针法也比较简单 花形也比较简单 织起来比较快 适合新手编织 下面咱们学习这个围巾的织 织反 首先咱们看一下披肩的结构图 披肩整体是一个长方形 长 240厘米 宽 44厘米 一共其52针 维巾的两边 这两条一共是各四针起伏针 中间是44针枝花形 维巾的两边 还有狗牙边 大家看一下维巾 维巾的两边 每一行都有狗牙边 狗牙边是在梅一行的最开始的时候制的 下面咱们看一下花形的图简 这个就是花形的图简 左右两边各四针起伏针 中间是花形 一共44针 凸杰上面没有44针 就是把它缩小了 我们制的时候就是44针 然后两边这个小黑点呢 就是狗牙针 在梅一行到最开始的时候 要制的 维巾的花形 大家看这个红线 框框的地方 就是一个花形 它是四针四行一个花样 44针 中间一共是一个花形 花形的基本针法 包括 上针 下针 空针 左并针 右并针 就这些基本针法 如果大家基本针法不会织 就看下面的基础视频 如果会的呢 就跳过这一步 现在咱们开始学习维巾 维巾用的是双骨云马 咱们外面拿一根 找到外面的线头 然后我们再到里面 找里面的线头 把里边和外边的 两骨线一起 用双骨线来制制这个围巾 用单边起针法 起52针 首先 用手把毛线绕一个活节 然后套在棒针上面 这一针作为第一针 然后右手再拿一根棒针 插入这一针里面 这一针下针 这一针作为第二针 然后第三针 从第一针和第二针的间隙 插进去 然后再织一针下针 以后的每一针都和这第三针织法一样 就是从前两针的间隙插入棒针 然后织下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共其52针 然后再织下针 我起了24针 扣掉两边 各4针起5针 中间是16针 就是4个花形 然后 我们第一行 首先要制一个狗牙针 拐牙针是怎么制的呢 我们先用卷针 卷夹针的方法 在右边 起两针 卷夹针就是 用右手的食指 把线这样绕一下 然后逛针再穿入 这个线圈里面 这样就是起了一针 卷夹针 然后我们再起一针 这样就是 在边上多起了两个卷夹针 然后呢 我们再 把第一针卷夹针 织一针下针 第二针卷夹针 也织一针下针 这个时候 线要稍微拉紧一些 然后呢 再把第一针 把它 拉到第二针上面 这就是 上等与浮针收针 然后呢 我们再和 围巾的主体 这样再织一针下针 然后呢 再把 右边一针 拉到上面 这样就在右边 形成了一个小疙瘩 这就是狗夹针的织法 现在呢 我们还是24针 没有变 第一行 我们看图解 前面是 织四针下针 是起伏针 然后 再开始织花样 现在已经有了一针 我们再织三针下针 然后我们再看 中间的花形 先织左边针 然后织两针 空加针 然后再织右边针 这样四针一组 左边针就是 两针 并一针 然后再织两针 空加针 就是绕两次线 这样是一次 然后这样是两次 接下来再织右边针 右边针先把 第一针移到右边不织 然后 左边织一针下针 然后把刚才移到右边 不织的这一针 拉到 这一针上面 这就是右边针 然后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四针一组 先织左边针 然后 绕两次线 织两个空加针 然后再织右边针 然后再织右边针 再织左边针 绕两次线 然后织右边针 绕两次线 直到最后 左边还有四针 全部直下针 然后我们开始到第二行 第二行到反面 我们先制一个狗牙针 每一行都一开始 都要制一针狗牙针 先用卷夹针的方法 齐两针 然后 这两针都织下针 织好之后 再把第一针 拉到第二针上面 然后再到围巾 主体部分再织一针 下针 然后再把这一针 拉到上面 这样右边又多了一个小疙瘩 然后呢 针数还是保持不变 第二行 我们再看一下图件 第二行是从左往右看的 现在咱们到了这一步 正面看是四针上针 然后我们就反面织的话 就反过来看 都是织下针 起伏针 就是正反面 都是织下针 然后中间的花形部分 正面看是 两针下针 一针上针 然后再三针上针 一针下针 咱们织的时候 就是要反过来看 就是要先织两针上针 然后再织一针下针 然后第二行的上针呢 大家可以看出 都是在第二个空交针上面 织的上针 然后其他的部分呢 都是织的下针 我们在反面织的时候呢 就要反过来织 就是说 第二个空交针上面 都是织下针 其他的地方都是织上针 接下来 再织三针下针 就是边上的起伏针部分 然后呢 我们再织中间的部分 先织两针上针 再织一针下针 然后再织三针上针 第二个空交针上面 织下针 后面都是按照这样的规律 织三针上针 然后在第二个空交针上面 织下针 直到最后还要四针的时候 这四针全部织下针 第二行就织完了 我们看一下 第一行我们织了两个空交针 然后第二行织完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大洞 第三行 我们再看出简 第三行的花形 和第一行是错开的 我们先织空交针 然后再织右边针 左边针 然后再织一个空交针 这样是一织花形 就是和第一行是错开来的 我们一开始 同样要先织一针狗牙针 先起两个针 然后再把这两针并掉 我们就说到了 一边 再织一针狗牙针 再织一针ke 现在把这三针有空交针 织完狗牙针之后 再织三针下针 然后接下来到中间的花形部分 先织一针空胶针 然后织右边针 织完右边针再织一针左边针 接下来是再织两针空胶针 组结上面这两个空胶针是爱在一起的 我们要绕两下 这样是一下 再绕一次 接下来是右边针 接着是左边针 然后再是两针空胶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直知道 还剩四针 最后还剩四针 全部织下针 第三行就结束了 第四行倒反面 先织狗牙针 织完狗牙针 再织三针 下针 接下来又是到中间的花形部分 第四行 然后咱们看一下图简 然后咱们看一下图简 它也是在第二个空胶针上面都支的上针 这个上针都是正面看的 然后我们反过来 在反面支的时候 就是第二个空胶针上面支下针 然后其他的部分都是支上针 首先第一个空胶针上面支下针 接下来是三针上针 最后一个空胶针支下针 又是三针上针 第二个空胶针支下针 就按照这个规律 知道最后 最后还剩四针 全部支下针 第四行制完就是一个花形 以后就按照图简 以后就按照图简 每四行循环一次 一直支到240厘米左右长就可以了 大家长度和宽度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用四到五堂鱼码支这一条围巾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中人的背景 最后一扇 这个背景